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装万代在7月18日发售的一款拼装模型钢铁加鲁鲁兽 这款产品相较于之前那一款战斗暴龙兽来说定价会稍微贵一点 光合定价是消费税前4500日元 当然了这款产品的包装盒也是非常的厚 可见当中的内容应该也是挺丰富的 包装方面唯一想说一下的是这款产品 在应该贴认证标签的地方是没有看到东运的标签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猫贴 当然了不单单是今天这款产品 在近期的一些圣斗师的产品的包装盒上 也没有看到猫贴的存在 具体原因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这边的话和大家共享一下消息 并不一定是假货 确实就算是正品也没有这个标签 其他的话也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来开箱 打开包装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张贴纸 主要就是一些红色的补色的部位 以及眼睛处的地方 贴纸数上的话不能算少 但是贴上去效果好不好的话 还要实际贴了才能知道 下面的两块板件 一块是A号的多色的板件 另外一块是灰色的骨架板件 然后再往下看有一块这种金色的板件 当然金色也是成型的金色 所以说颜色的话就会非常的黄 然后还有一块软胶的关节零件 以及一些淡蓝色的透明零件 这一块的话同样还是灰色的关节零件 以及金色的成型色零件 这一代当中的话会有另外一半的 它翅膀上的一个特效零件 以及腿部的一些零件 还有这种这一块的话 应该也是腿部的一些机械装甲的零件 再往下看到这一块红色的零件 是它爪子部分以及舌头部分的零件 这个部分的话使用的是高光的工艺 所以说看上去有很强的光泽感 这一块的话又全部都是装甲的零件 这些装甲部分的零件则使用的是这种偏哑光的材质 所以说看上去的感觉还是挺厚重的 然后最后还会带着一个透明的支架 地台的话是跟它本体的颜色是相同的 是一块蓝色的地台 这还挺应景的 搭配应该挺好看的 最下面就是一份说明书 不要看这款产品的包装盒好像很厚 但其实实际的板件数量也并不算特别的多 拼装起来应该也不会很复杂 那就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拼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不吝点栏目 我给你订阅 在这种拼装 来点栏目 我给你打赏 这种拼装 在这种拼装 在这种拼装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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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